�哥 内敛 我对曾老师的第一印象是活泼 跑来跑去的 然后就在剧组的空隙之间 就一串来串去的 给吃的 我记得当人给我水吧 来茶 来茶吧 他像动物园里眼睛很大的猴子 见过们 要是都是圆的 然后笔巴这么长 什么东西啊 学名我忘了 但是我经常去看的 动物园里有 你去看吧 他像丹顶鹤 随时腿能掰上来那种 我最欣赏曾老师的应该是 我想想啊 最欣赏他一点应该是 完全想不到 我想我先说一些优点 腿弓吧 腿比较厉害 那样这么说的话 我觉得曾老师比较厉害的点就在于 演技好 演技确实不错 然后还有就是他那个比较能熬 熬得住 而且眼睛熬夜是吗 对 能熬夜 而且眼睛也不肿 像我经常眼睛肿 最受不了 不能熬夜吧 我最受不了他的就是太能拍了一天天的 太能拍戏了 戏了不断 戏了不断 受不了 如果说这样的话 我就会用他的身体 然后从早打的游戏打到晚 让他感受一下他的大眼能不能承受住我的 我也选择伊兹马吃饭 这是我小时候的日常 真的假的 真的 真的 好厉害 就是通告表上没有我都是他的一天 很兴奋 很开心 觉得很帅 演技真的进步很多 他厉害的点就在于我比较觉得他帅的点就是在演戏的时候很投入 有机会的话 你先说 剪腹子 有机会的话 演出的话 我还是想演那种悬疑的 我想演悬疑 悬疑类的 可以 吃饭吧 吃火锅 吃饭 对 赠言 那我来吧 你先说 希望曾老师可以在以后的路上每天都开开心心的 不要有那么大的工作上的压力 能开心的度过他 就是最好快乐的年纪吧 好 那个就是希望2021牛年吧 希望你牛气冲天 少发牛脾气 我气息很好 对